接上了USB 把USB接上了 开机 有关机的 然后把那段 USB 然后 然后 先看一下那个 那个端口 再把你吃一点 驱动什么 不要装的 我摸的装了 创建一个新的快捷方式 用户电脑上要装 驱动也要装的 那就驱动一下 这两个 CDM的 然后还有ECP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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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啊 关机 电脑 属性 设备管理器 然后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在屏幕上切换到USB 切换到USB 这边端口就出来了 端口是抗木寺 然后打开软件操作软件 上机打开 然后有个端口设置 然后他已经默认去找到找到反而 connect 连接 然后这边是用户设定的一些信息 就是样品名称啊 测试能源等等 这些全部添加好之后 可以看一下 可以了 设置好之后 关掉 然后 直接在仪器上 点击有数据了之后 测试数据之后 他就发送马上的 发送 然后 结果就过来了 打开软件 选择端口 抗木寺连接 connect 然后用户参数设定 设定的话可以把样品名上还输进去 我这里已经输过了 再整个一 看下 然后设计 稍微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在仪器上 仪器状态已经先换到 usb了 然后点发送 然后数据就过来了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这里 这里温控是没有的 就是说这里的温控 就是必须你开启器 开启温控之后 它才会有温度显示 不开启温控的时候 温度是不显示的 注意一下 标准时音感放进去读数 放到仪器里面 我们这根是几度啊 我们这根是差不多应该 是超二十度的话 应该是三十一点七一一五吧 对 把 另一我不知道 doses 两分钟就会停 对 两分钟它就会慢停 好 二分钟它就ком 看到吧 真的是 выступ 我的 不要動彈力,手比較健好了 你看出来了他31.562标准值是31.715 20度的时候31.715这中间相当于偏低了对吧 偏低了我们拿标准值去除以这个测量值 对31.715除以31.562 看一下那个系数 31.715除以31.562 然后算出来的系数是1.004847对吧 1.004847好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密码输入589.1回车 然后这是右旋的 这是左旋的 那刚刚我们测的是右旋的右旋的这个数 趁的就是右旋 对改成 把这系数数进去 1.0048474847回车 就可以了 回到测量界面 但是把标准摄定管先拿出来 让仪器先走完标准摄定管拿出来啊 走完走完之后然后清零 一会儿 很好 一会儿 一定要太多了 四个钟 呵呵 这都没错不会乱写的 哈哈哈哈哈哈 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啊 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他会带着使用管自动清零的 什么都没有 等六个数全出来之后 我们再点一遍清零 放到仪器归零就可以了 OK 是 OK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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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 秦室最新的不太建议他叫准 阿 一经之后 博人 然后在这个时候把标准情况在旁边放进去 它就出来 看 看这个应该是31.715 嗯 啊 对 哎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